中国正在面临国运疯狂下行 全世界的牙迫 自己国运下行 本来这个时候 即使是能够力挽狂澜的不适之才 是不是能有所建树都不知道 凭现在这几块料 只能喝喝喝喝喝喝了 对吧 所以两会以后呢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这个国家各部门 大概率会进入 快速的进入比惨阶段 也就是不是比谁做的好 而是比谁死的更快 这阶段进去以后 面临的问题都有哪些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几个领域 典型领域的一些有意思的数据 看看那些数据 能让大家能感悟到什么东西 这是网上数据轰炸机提供的数据 根据 真实的 我查真实的 根据中国国务院的官方数据 都是公开数据 2020年到2022年三年期间 中国的全口径外贸出口的顺差 贸易规模 达到了18,977亿美元 就将近19,000亿美元 几乎与2010年到2019年 10年合计的全口径 外贸顺差规则 19,866亿美元 规模相当 也就是三年 2020、2021、2022 这三年 我们的外贸顺差 挣的钱将近2万亿 2010到2019年 这10年 外贸顺差挣的钱将近2万亿 大家明白吗 这个三年 我们外贸多厉害 中国三年的外贸全口径顺差 2020、2021、2022 这已经考虑了服务贸易收支顺差 并进入了对外投资和吸收 外资的差值 所以这将近2万亿美元的 外贸全口径顺差 是没有消耗在服务贸易 也没有消耗在对外投资上的 纯粹的全口径的贸易顺差 但是这么庞大的将近2万亿的贸易顺差 却在任何除了国家公告的外贸顺差的这个里面以外 其他所有的央行啊 各个领域的数据中都找不到 央行的外汇储备数据 外汇占款数据 商业银行的结汇数据 外汇存款数据 外管局层面的外汇流通数据 等等都找不到 没有人知道这2万亿 我们在账面上的贸易顺差 放哪去了 不知道 2022年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中国国内三大类企业的外贸顺差是什么 民营企业11322亿美元 外资企业含港澳台的 1703亿美元 国有企业那是负大 是逆差 4476亿美元 进口是远超出口的 所以大家知道 中国其实外贸主扛的 扛顶的 还是民营企业 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 那么国有企业没啥出口的创汇能力 所以国有企业这么多年 其实一直都是逆差 那么按照目前中国的政策 所有民营企业的外汇 结汇是必须在限期内结汇回中国的 留在国外超过一年就会被延产 民营企业都不要去工作了 所以肯定要截回中国 所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 顺差肯定大部分都截回回来了 就算你那扛一会儿也得回来 根据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2019年的外汇储备 是31079亿美元 而2022年是31277亿美元 几乎没变化 外汇占款 也就是央行兑换美元形成的基础货币 因为外汇占款一额很大 在中国不能使外不会 所有美元进来都被截回成人民币 外汇占款方面 2019年是212317亿 2022年是214712亿 也没什么变化 央行逐月发布的商业银行的 外汇存款的总数 就是全中国老百姓跟企业的 外汇存款总数 2019年是7604亿美元 2021年上升到9969亿美元 2022年又下降到8549亿美元 三年来没有显著变化 也就是上面几个数据都告诉大家什么 三年来都没有显著变化 到现在也没找着这2万亿美元去哪了 会不会留在香港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每个月也同样会发 发布银行美元外汇的存款数据 中国20年到中国22年根本没有实现如此外贸数据造假 中国20年到中国22年根本没有实施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这个不是外汇的总额 这是外汇的总收入减去外汇的总支出 包括对外投资付贸 所有的总支出在内 剩的数2万多亿美元 那有可能的真相是中国的外贸早就十分糟糕了 所以呢就特别像某一个公司年年都会对外公告 自己有巨大的盈利 可是财报上完全看不到这个利润的现金在哪存着一样 我们200斤的伟大领袖不和欧美搞好关系 不重视外贸 也许根本原因是外贸早就不行了 早就没办法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了 很多数据可能都是造假出来的 都是造假 包括外贸 包括海关等等 根本没有办法为中国经济贡献大量的外汇 在自贸区走一圈 出口进口 没有真实的收益 加上外贸收益的主军是民营企业 国企本身做不好 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感觉可能反正只能創制国企 控制不了民企 再加上外贸本身就不好了 所以外贸不行就让它不行吧 所以根本不在外贸上努力 也不用去搞好跟各个国家的关系了 那除了造假 我在数据轰炸机提供的数据中 实在找不到其他任何原因 能够把这近两万亿美元的 外贸的顺差收益 搞得踪迹结污的原因了 当然也可能是我弱智了 弱智了 有可能 我没有经验 所以我也希望在中国有外贸经验的朋友 帮我在评论区分析一下 这两万亿美元能炒到哪去 怎么消失的 我再说一遍 这两万亿不是总的 是支出减去 收入减去 支出盈余的 但是盈利的钱 现在找不到去哪了 就大家可以帮我们找一下 那剩下的就是自己骗自己了 我就自己骗自己 自己骗下面的人有什么意义呢 我之所以在每个行业 很快能进入行业 学计算机 学金融 包括后来 搞这个新计划系统体建设等等 我觉得能够很快进入行业的原因 就凭四个字 不止下问 我跟很多朋友讲过 当年我在航天刚接触金融的时候 确实什么都不懂 但是航天下属有一个证券公司 控股的 叫大鹏证券 所以每次开完项目会 项目IPO等等 这种增发呀等等 我都会把证券公司的人留下来 开完会留下来 然后把我所有没听懂的东西 网上查不到的东西 都要问清楚 不搞清楚我觉得 那就是自己骗自己 你装傻人家都懂 你傻傻的那笑 其实你根本不明白 这不是你就是傻子吗 自己骗自己有意思吗 不止下问 搞懂了 那就是真懂了 那就自己学到真东西了 自己真牛逼了 所以呢 跟大家也讲 千万别不懂装懂 那是最傻的 不止下问 搞明白所有东西的根源 才是大家最应该做的 至于自己骗自己 我这辈子是没尝试过 这因为这个方式在我的感受中太蠢了 然后我就发现 自己骗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法宝 到处都有 体制内的人都很清楚 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是不是经常自己骗自己 这是多蠢的一个行为啊 结果成中共的惯例了 挺有意思 最后一种数据呢 可能有一些偏颇 我也希望专业人员帮我指出偏颇 这样的话我也能明白 学习很多东西 做自媒体 也不是光跟人说 我也想学东西 现在能教我的人太少 大家可能都比较觉得 啊贾老师都已经说了 千万别 你们在很多领域都是专业的 一定要跟我讲 让我也学一点东西 好吧 要不然在这个领域中 我就是越来越傻 最后成大家看的一个笑话了 对吧 这个呢是关于中国社保的 2022年的数据我没找到 找到了2021年的官方数据 也产生了很多疑惑 跟大家讲一下社保的疑惑 2021年中国社保参保人员 三亿五千四百三十一万人 这个在网上大家能清楚的找到 那医保的统筹基金支出了 九千三百二十一点二七亿元 按照我这个条件 因为参保人员 他是把退休也算参保人员的 要不然他不可能拿钱 然后平均到每个人呢 就是两千六百三十元 我当时就不太想明白了 我不太想明白了 就是真的每一个参保的 社保人员每年都会花 四五千块钱以上去看病吗 为什么这个钱呀 因为社保支出都 两千六百三十元 都快三千了 这其中看病自费 再拿个一两千肯定不过分 对啊 所以四五千块钱是基础的 那如果还有一半人跟我一样 从来不去社保医院看病 我在国内每年 招社保都交的是最高的档次 但从来不去 都去私人医院和我们家看病 所以我也没报过社保 可能有部分像我一样 或者很身体健康的 有点小病自己扛着 或吃点药就好的 所以我觉得每一年 都要去医院看病啊 享受社保的人 是不是应该也最多 只有一半 一半人 那一半人按这个数据 平均每一年 这一半人的总体的医疗花销 就得上万元了 当然也许是因为 我太不懂不接地去 中国很多人 每年的医药费 真的能有上万人吗 上万元吗 就平均支出上万元了 中国很多人 每一年花在医药方面的费用 都有上万元吗 挺超乎我的想象的 我个人凭我现在直觉 我觉得花不了 对吧 中国这么多参保的一半人 如果都是吃点药或者不去看病 另一半人去花社保去看病 那么这一半人的花销也得上万 其中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是国家 剩下的自己自己来做 我就不知道这近万亿的医保统筹基金 就是刚才我讲这个 九千多亿将近一万亿 这个医保统筹基金 他支出在哪了 如果每个人花不了上万块钱 或者近万元去治病 八千到一万 李克强呢 是反复强调过 国务院反复有文件 就是防疫的支出 是不允许使用医保资金的 所以最起码在账面上 就是算这个医保资金的人 是不敢明目张胆的 把防疫资金列入到 医保的支出范畴的 没有防疫 医保支出这么大的开销 再加上养老保险 社保等其他保险 就这种开销程度 中国的社保基金 确实不可能剩下很多 关于社保的支出 我以前分析过了 讲到这儿 讲这个数据是干嘛 是个困惑 但实际上也知道 我挺坏的 对吧 就说这个栏目 也黑共产党嘛 挺坏的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不少钱 应该是上亿规模的钱 都洗到个人的兜里了 否则这么高的患病率 这么高的花钱治病 中国人可能真的要成东亚病夫了 我们看到各地区医院的数量 医护人员的数量 加上各地区中国人的这几亿人 我们知道贪不上 不可能这种情况 而社保基金呢 已经算是中国共产党 监督最严密的一个资金体系了 如果连社保这么最严密 每年都有上千亿资金 能流出去被洗掉了 满足很多人贪腐的需求 那么其他的中共领导的领域的贪腐程度 大家就合想而知了 所以今天呢 没啥新东西 确实没啥 聊聊房地产数据 聊聊外贸的数据 聊聊社保的数据 对吧 讲讲我自己心里的一些困惑 然后用能够看到的数据 看看中共呢 在支柱产业方面 房地产方面的苟延残喘 看看我们外贸 真实可能的风雨飘摇 看看中国的社保领域 就这么一个严查的领域中 什么 贪腐横行 然后呢 把这东西摆出来 等着中国的小粉红们 继续在评论区 对我进行谩骂和抹黑 大家很多人不喜欢我骂人 喜欢我在那种 但是我挺喜欢 我觉得小粉红继续骂我 抹黑我才能激起我的斗志 要不然生活在国外 太平淡了 每天没乐趣 对中共的走狗们 你们满嘴喷粪 是让我每天满满斗志 和满满幸福的 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快点来吧 我挺喜欢你们的 迎接你们 其实呢 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是创业 你还是做某个事情 甚至于在生活中 你要达成某个结果 能够导致你是否能做成的 我个人的总结五个关键的因素 就五个 知识 技能 经验 新性 运气 就是这五个 就开个玩笑 你要POA某人 也是这五个达成的 做事情也是一样 知识呢 是人类社会 整体前面做过这些人 积累的思想的结晶 所以你从他们的结晶 获得的东西 就省得你自己 要去体会各种场合了 技能呢 是你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 知识是死的 但是拿过来怎么用 那用的越好越棒 技能就越强 经验是自己 用这些东西 在实践中 根据自身情况 得到的亲身的一些体会 新性呢 是自己如何 更大的格局 更高的境界的环境下 逐渐提高格局 提高境界的情况下 然后对于 面对各种困境 面对各种顺境的时候 新性跟德行的一个修行 修养 最后运气 是上天 给你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的周边的条件和配属的资源 这五个 知识 技能 经验 新性 和运气 那没有知识呢 只能通过自己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来去做各种总结 成长付出的成本就会特别的高 速度就会特别的慢 效率低 不断的听过自己的试错 来找到正确的路 那出错的成本都可能把命丢了 没有技能 知识是死的 没法用 在不合适的地方用了不合适的知识 这个时候可能做的越多 错的越多 没有经验呢 纯是纸上谈兵 实践中做事就会跟当年的赵阔一样 死得很惨 心性不坚定的虎头蛇尾 甚至虎头眉尾 最后呢 都不认真一分耕耘一分耕耘 坚持下去 那自然就没有收获 运气是最大概率决定成功的因素 又不是我们能自己控制 前四个自己努力就可以控制 运气有了都有了 运气缺失 大环境就会跟自己要做的事情相悖 那自己个人的能量很快就会被大的自然能量 完全对冲掉 侵蚀掉 没有什么可能去挣扎 做不好 目前中国的情况呢 是伟大领袖带着六只小蠢猪 上述这几点呢 我还都没有看到任何一点点亮点 知识和技能就不用说了 对吧 有小学文化的人带对六个小蠢猪 那大家就知道了 这几个人从他们的讲话呀 从各种闪现出来的东西呀 体会出来的东西呀 看他们写的 说的 就知道脑子里没有什么真的知识 技能 基本都是草包 李强呢 在疫情期间 上海的所作所为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代表 就这几个人呢 和我曾经特别瞧不上的温家宝相比 都差着十万八千里的行情 温家宝疫情我挺瞧不上的 知识和技能上 他有时候去炫 但是我挺瞧不上 可是呢 这几个人连温家宝相比都十万八千里的差别 然后呢 在国家的整体治理的经验方面就更是紧欠缺了 极其欠缺 大多数只做过地方的大员 从来没有站在国务院 整个国家的角度 对执掌全国的资源如何运营 都不知道 总理啊 人民大政协全都不知道 这几个人心性呢 我不了解 但是能够得到两百斤的赏识 蛇鼠一窝 对吧 我觉得都不会什么好东西 因为两百斤最擅长的是 搞一些间谍啊 搞一些底下私下的东西啊 从来都不是堂堂正正的 对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又听我瞧嗶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